品川说得近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品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瓜瓜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两位 地图选择的是一挨回身道 出生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兽族 ID灵瓜瓜 好开局对手表示 你是啥种族啊 灵瓜瓜表示我是兽族 好灵瓜瓜表示你是什么种族 对手表示一样一样 好开机 双方友好交流啊 哎一般说了这句话 那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那也是一个兽族 兽族内战 看看能整出什么样的火来 首先英雄选择 红色兽族选择的是剑圣 1.36选择剑圣 确实也是有点不一样 那灵瓜瓜选择牛头 那也不走寻常路 好 奔赏对抗啊 牛头 大战 剑圣 看看谁更猛 牛头的话估计又是冲击波了啊 那牛头冲击波就得速练五级 五级之后呢 这个节奏就舒服了 好对手的话 剑圣 如果能前进跟着牛头 那牛头想练五级难度也是有点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双方的一个发挥啊 兽族内战不走寻常路 好开启的话 灵瓜瓜 还不信对手啊 特意拉一个小火弓过来侦查一下 好 确实是兽族 那剑圣一看 呵居然不信任我 好 剑圣赶紧把这个小火弓给砍了 那牛头练吧 这张地图的话 闪电盾 也就雇佣兵这里可以勾一勾 而且不太好勾啊 不一定能勾成功 所以说牛头练几效率其实非常的低 好 上来 一技能直接是冲击波 赶紧练 哎 剑圣抓了过来 哎呦 这剑圣 这个路走错了 好 他选择先练这个点波 没有第一时间去抓 确实 如果对手也是剑圣 你去抓 我万一没抓着 自己可能就一个点少练了 所以呢 为了保守起见啊 他还是选择边练 边向对方的半场 靠过去 抓不到你练几 把你的高给抢了也行 来 牛头 开局打了一个指环 加四 嘿 1.36版本 指环的话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以前是加二 现在直接加四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剑圣 开局打了一个优越之剑 贵族托换的二分之一 好 这边G7 是不是又是一个优越之剑 来来来 A掉 好 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两个人和平练及 就看看谁的运气好一点 目前牛头 打了一个指环 3加4 算也是跟牛头蛮配合的 牛头这个英雄本来就肉 肉爽加肉 好嘞 健身的话打保留 等级的话稍微比牛头慢一丢丢 这边要不要整个贵族偷还 好 整个贵族偷还 TP也卖掉了 这边牛头 看能不能勾个闪电队 这张地图的闪电队不是特别好勾 来站好 能不能勾到 牛头 站一下 好吧 勾不到 那就冲击波冲 家里 科技情况的话 林呱呱呱奥本刚刚升为多久 对手这边 明显科技进度就更快一点 林呱呱是讲究前级多出点打击 多买一点雇佣兵练级 主要是为练级服务 对手这边呢 主要还是为科技服务 双方的着重点不一样 来牛头 练完这个点 到三级 三级之后呢 接下来看看练哪里了 这里好像还到不了三吧 看看能不能到三 只换 加五 只换加四 好 差一丢丢经验值 到三 三级之后牛头 看看要不就试试小节奏 三级有二级冲击波 也算是一个小节奏 当然最好是能到五级 五级之后三级冲击波 那叫玩的舒服 好 牛头继续闷头发音 健身的话 也在奔发图强的练级 来健身这边 已经买了一个单船了 家里二本生蚝 发的是一个小歪 二本建筑呢 暂时还没有放 哦 放下了寿篮 零瓜瓜的话 二本还没有生蚝 家里及时放一个战争魔法 后面科技慢 可以造点塔 报平安 嘿 又是一个纸皇 我这个牛头不得了了啊 这开局五分钟 种了三个指环 牛头又变成指环网了 牛头 三加十三的护甲 相当相当的硬 伤害减免 百分之四十九 哇 好 我们看一下剑圣 剑圣 哎呀 就完美错过呀 这边伤害剑圣 减免百分之二十八 这牛头明显肉的不行啊 哎 这里抓了过来 好 小鱼人 剑圣 抢了一个 神仙打架 小兵遭殃 双方都是撸对手的一个小兵 零瓜瓜现在主要是练级服务啊 小兵的话可以送掉 但是练级节奏不能断 好 这边打了一个公爪啊 对牛头来说 嗯啊 不需要公爪 是吧 我需要蓝牌 我需要防守 好 直接把公爪给卖了 先生口水都流出来了 哼 也不要咋不给我嘞 健身 追这个绿皮 哼 追的有点费劲啊 追了半天 终究还是把它干掉 趁此机间牛头 哎 我又可以练一个点了 好 牛头 我继续练 这边的话 看看武基兰胖子 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健身 小歪 配合起来练了啊 科技的话 这边 二本出狼旗 没有机身三本 林呱呱 二本身好 要升三本 林呱呱表示 我是要升三本的啊 三本之后 后面买迷你 机器开矿 有舒服 好 这边整了一个大无敌 大无敌直接卖掉 嗯嗯嗯 这练起来 有点费劲了啊 大技的话 血腺不是很健康 好 再买了一个指环 哎 牛头 六分钟 整了四个指环 牛头表示 请叫我 指环我 牛头啊 好 牛头 升到了四级 啊 零五级 还差一丢丢了啊 加油加油 啊 就差一级了 剑圣这边 也还在练 白牛 灵魂练一套 这个部队就很扎实了 这个兽组是标准的啊 兽组内战 剑圣护砍 是把灵魂练一套 好 林呱呱 练到四级了 那接下来再练哪里呢 这大技的数量 有点少啊 出个乌衣 满地图插眼睛 把视野给做好 这边再买个黄皮绿皮吧 好 这里有七四四 可以练一练 这个牛头 四个指环 我们看一下 伤害减免是多少啊 伤害减免 百分之五十五 二十的护甲 太硬太硬了 剑圣这边的护甲 有多少 我们就看一下小Y 减免百分之二十一 差的有点多啊 打了个公爪加八 嘿 这个装备剑圣 倒是蛮开心的 好 牛头练完这个脸 还是到不了五啊 这个点要不练一练 牛头还是一心到五级之后 这个节奏就舒服了 小Y 这边练着 剑圣的话 去采购一波道具不 抓了一下 没抓着 那加八公爪 给剑圣吧 剑圣有公爪 还是很强的 那剑圣继续去抓 抓对手练级 这边打击好 补补状态 现在牛头 四点六级了 这个点一练 赶紧练啊 上到五 急之后 节奏就来了 好 对手家里 没有深城房 没有深城房 牛头还是很开心的啊 后面拆低功方便 就整了个魁靴 这魁靴要是给剑圣 剑圣是开心 你还别说啊 这一剑牛头搞了不少 兽子喜欢的装备 好 抓了过来 那这边大技 哦 一个也跑不了了呀 哇 三个兵 全部被留下来 牛头表示不管了啊 你们揍吧 我现在就想到五级 现在还差多少经验值啊 尴尬啊 还差五十九点经验值 去哪里弄呢 嗯 这没什么地方练了呀 难受 好 对手现在是五十人口 零瓜瓜 二十五人口 人口相差一倍 对手很凶啊 好 这边牛头找了个小点 但是这个点有点尴尬啊 刚才的话 剑圣开局 把最大的一会给抢了 那这经验值还是不够 怎么办 这牛头表示 我本来八分钟就可以到五级 这现在九分钟好像也到不了五了 哎 真的是 这一点点经验值 难死 难倒英雄啊 好 家里 来来来 给我造连塔 保平安 牛头的话 魁血直接卖掉 来 现在魔法指 恢复一下 还差个十七点经验值 牛头就到五级了 还不要再减一个直环 啊 变成五指环的牛头 好 对手 现在是继续练 对手一看 这对手 不尊重我呀 怎么那么少兵 牛头就哪里蹭经验值 有没有经验值可以蹭 买个鞋 为后面 冲击波跑加 做准备 这个点 哎呀 没有野怪了 牛头表示尴尬呀 到底哪里有野怪呀 我就 差十七点 差十七点经验值 给我一个咬罐 到五级 还你一个未来 好 牛头这里找 哎 一个一级的野怪 好像一级野怪 经验值不够 难受啊 这牛头到五级 太坎坷了 都是差一丢丢经验值 哎 比喻 差多少 差一点经验值 就尴尬尴尬 差一点经验值 好 对手的话 已经在开框了啊 对手心想 这怎么搞我呀 牛头 来来来 哎 小苦工跑了 好 这边有野怪 哇 牛头表示终于可以到五级了 太不容易了啊 来来来 这里平A一下吧 要用冲击波 这冲击波用完的话 又舍不得 那平A吧 把它给A4 好 A4之后到五级 五级之后牛头 牛头节奏就来了啊 一个牛头 大战对手50人口 好 金光一闪牛头 五级了 来来来来 五级牛头 节奏不就来了吗 站好位置 听说你要坐那个地洞 好 一个波 四个建筑全中 那对手赶紧回来 牛头一看 这家里还没有城房 开心死了 我继续波 拉又一个波 可以 三个地洞 全部一色血 小苦工 小修小修 小Y 有没有生妖术 赶紧变一下牛头 确实变一下 那牛头最后一个波 三个地洞要全倒波 三个地洞全倒 那牛头 叫个地平 走了走了 四级环牛头 切实应啊 好 五级牛头上来 拆了三个地洞 这对手马上 马上人口就卡住了 好 林瓜瓜家里 一波狼藉 把对手的分框 直接拆了 这形势多突然 就不对劲了啊 刚刚我人口 还一欧式碾压 突然之间 我家里三个地洞 没了 分框 没了 好 牛头回家 不去不状态 这个纸黄 这个纸黄网牛头 很硬 诶 无一的话 准备多时了 大哥 我的治疗守卫 为你准备 好 这一波林瓜瓜 三十四人口 打五十人口 看见有刃有盈 咱不能叫打 这叫拆 好 对手不开心了 你怎么能这样玩 对手非常不满意 我们看一下 林瓜瓜 如何回应 是吧 我闭关多年 是吧 练得非常非常猛 给你硬拼 结果呢 你给我打游击战 好 林瓜表示 谢谢夸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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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我想起了 东城西旧的一个画面啊 某位高手 闭关修炼多年 刚刚出来 要大显身手 结果被一个鞋子给砸死了 好 我们看一下牛头 带着五个狼旗 又来了 五个狼旗 四个指画 这一波 对手看看 哦哦 这还在分框 赶紧赶紧 赶紧调冰险浆 这个牛头这一波 很扎实 这刚才一个牛头 已经各有喝一壶了 好 林瓜瓜已经有眼睛的啊 他有视野 看见对手回来了 哎 我就往这边走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视野控制的完美 好 那对手往这边走 林瓜瓜又知道了 哎 我又往这边走 秦王绕住 绕半天 你不知道我在哪 这一看 只有一个剑扇在这里 好 林瓜可以上了 这巫医出的 真的是精髓啊 可以给牛头加血 可以把视野给碰好 喂啊 一个波 地洞 升好了 陈房 剪字升好了 那牛头直接上来拆了啊 来 四个狼藉 倒下一个 又来一个波 小苦空赶紧修 再不修 可能就来不及了 那牛头接下来 拨一下这啊 三个苦空倒下 基地也有 哎呦 对手 好 钻地洞了 钻地洞了 对手还是很细啊 有操作 那你钻地洞 这边建筑就修不回来 来来来 三分基地 看能不能拆了 又一个波 牛头的话 还有一个波波 魔法质有点不太够 这一波好像拆不掉 牛头现在有点拆不动了 走走走 确实赶紧走 再不走的话 哇哇 狼藉五个全倒 哎 对手这一波 守住了 干掉五个狼藉 这灵瓜瓜过分了啊 已经塔 已经从外面开始造了 可以 好 看一下灵瓜瓜 这边小苦空 准备好 来来来来 这个塔多造一点 这就让我想起来 有一句灵瓜瓜 把这个温泉都造成商店了 全部占为己有 哎呦 真的是过分 好 这个塔 也造 就想把从自己家 造到别人家里去 那牛头呢 状态不好 对手一看 不知道什么心情啊 这口子 既然都路上 变成你的路了碗啊 还说过路费 小苦空 一路走 然后牛头 绕一圈过去了 这视野 造好之后 真的是完美 牛头 带着兄弟们 又去了 对手的话 家里 嘿 这有点大意了啊 一个小苦空修 这个血线 还没有恢复到一半 那这一波牛头 绕一圈过来 你以为战略了 这个局面 我就不心怒你了吗 好 林伯伯绕一圈过来 对手心都要碎了啊 牛头又绕了一圈过来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基地能不能修住 牛头四指环 又一个狼奇过来支援 对手还在拆 林伯伯外面的塔 造几个塔给你挖壁啊 三本基地 直接拆掉 这 对手退了呀 打了半天 自己三本基地拆了 然后林伯伯疯在外面造塔 造塔给你玩 好对手想对拆 结果一看 好 问候了一句 来和怒退游戏 我们恭喜林呱呱 这一局的话 加力防守做的好好的 把对手加 拆的真的是气凌霸落 对手怒退游戏 我们恭喜林呱呱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好